贏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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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是突然间发生的那件事 其实剧本没有的 事源是怎样呢 本来那场戏是说我在街上很自信地走 但那个下大雨是大到不会停的了 那怎样呢 争了一场 那刚刚就去回 你又想大到不会停的 是啊 有一天大到不会停的 是啊 然后去到那个内衣店那里 就是我以前老板来的 因为他都找过我做代言人的 那我就说不如这样吧这场戏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空围都是比较保守 不会说太过分 电视尺度一定出到街的 那我说不如这样吧 这场戏就说我穿着个空围 跟表姐讲完这段对白他 那你不就有个效果 又不会脱了一场戏 是不是 监制 没错 你下次有什么提议问过我 我打给你 你不听 你不回电话的客人心 电话电话 是啊 真的 他没有 他没有 我现场如果看到那场戏 我想他都拍不下去了 即是怎样 不让他拍 是不是 哈哈哈 我知道 哈哈哈 我不给你 是啊 你拋头露面已经是坏的了 是啊 哈哈哈 还要 有没有那些有冷气的地方 享受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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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